大家早上好 测试看我卤的牛肉 把它盛起来 放到冰箱里头 然后切的话就好切一点 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希望好吧 看中午了 又是到练车的时候了 12点 我的教练应该会来了 希望不要下雨 刚才下的好大好大好大 太大太大了 这地上你看都积碎了 教练来了 到超市了 买一点樱桃 樱桃也挺大的 再不吃马上就没了 这个超市也有鸡油菇了 它是200克 但是这鸡油菇好干 挑个大一点 回去好洗 这个感觉不错 这个拿一盒回去 看看这大喷头 这个应该是甜的 可以挑 看起来挺不错的 我闺女喜欢吃软灰一点的 红一点的就像这种的 这种就红一点 它希望 一条红一点的给它 反正是它吃 它爱吃 桃子就是放不住 到家了下雨了赶紧回去 猫也在家里 哎呀呀下了 到家门口下了 你看 这个是我今天在这个超市买的 另外一个超市也有 比它出来的少 它是150克 2块9毛9 这个是200克 2块9毛9 那肯定是它划算 而且它个子还挺大的 你看 好洗一点 今天是酥肉吸油军 等会再放点辣椒 我已经放了葱和大蒜了 多炒一炒 至酥肉吸油军 但是要下离过儿 dann天候現在也ạ到 嗯的 今天早上 我们今天早上 明天 White 很香 至шее homework 6时15至9时15下 这样 may到10时 源就 ב Panch两时 太大 可惜我那位好朋友他不吃牛肉 不然我带点牛肉给他 后天到他那里去 大后天我要去跟另外一个好朋友 我们去采鸡油菇 这个是大葱 这个就是星期六要去他家吃烧烤的朋友 从国内背回来的香芹酱 太好吃了 看这是我闺女的菜 那里头是鸡油菇 因为我盛出来了 不然就怕我老公一下子都给他吃完 因为太好吃了 看一看这是今天我要再烧 为什么呢 因为我闺女她在学校上的那个成绩下来了 平均分二分 二不是二分啊 1.0是最好的 哈哈我闺女考了个二平均分 可以吧不错吧 谁知奖励她 这是樱桃 因为我闺女她拿到就是这个成绩单的话 她可以上下一个学校了 因为那个学校要现在这个学校的成绩单 哎呀一波多折呀 真的是都丑死了 好在今天闺女拿到了 太开心 现在就等我闺女回来了 我再过几次念车的话 就是因为下个星期我教练休假 一个星期 从下下个星期开始 然后我就开始念车 念乡间道 他们就是有点就是 就是路上不是靠近 就是村庄的路上去念车 那地方呢可以开到100的 然后呢再开高速 然后高速过后要开 晚上要开车 那个价格都不一样的 就是我现在的话 我是去年报的名 一个课时是62块钱 现在的话 今年就涨价了 是69 它一个课时是45分钟 反正我到现在 反正我已经够快的 因为每次我都是两个课时 起念 所以说我每次都是 一个半小时 一个课时45分钟嘛 两个小时就是90分钟 就是一个半小时 你不能吵呀 你怎么那么大声呢 因为这孩子在外头狂叫 我闺女回来 我说他们今天是在他们德语学校 他晚上上的那个课 毕业了 你自己放的 然后呢 他们在学校里头搞一个party 一个欢送 就是结束了嘛 因为第一结束了 然后大家又喝点小酒 吃点东西 还挺那个的 然后他就吃饱了 他就不吃了 他说 看这个猫 门关起来了 我们要睡觉了 祝大家晚安吧 祝大家晚安吧 拜拜